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5度是一台敞篷车吗 这台上汽大通的T90它是上汽大通旗下最新的一台皮卡 所以它有一个霍斗 那霍斗不就是敞篷的吗 嗯 这个理解好像也是对的 那我们还是一起期待今天的旅程 看看这个牛到底有多牛吧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出发吧 好 我们来聊一聊 简单聊一聊这台大通T90上汽大通T90 你上手之后的一个感觉吧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海南开这台车特别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这边的人都是开的那种小的敞篷车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自豪 但是我开一大车 就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从体积感上面 我们已经赢了 我们已经赢了 对 而且这台车我跟你讲 它大 而且它有大的那种质感 它这个转向就是偏硬朗多一点 就是你开它 你不会觉得虚 你知道吗 就是会给你那一种大车那种沉稳感 是吧 对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如果一个大车它转向特别轻盈的话 你会觉得很松散 没有质感 动力给脚油给脚油 我觉得其实它这个动力调校还是挺猛的 这个双增压的超油发动机还是挺猛的 对 我觉得你要是真正自己开了这台车 你会发现它是这个油门踏板的调校也是偏灵敏的 而且这台车它有这个运动模式 还有经济模式和标准模式 刚开始拿到这台车 我想的皮卡嘛 它动力肯定没有太大期望 是吧 所以我就想 我就用这个运动模式来开吧 然后没想到它这个动力穿的还挺厉害 我们看一下它这台车的静迷性怎么样 在120再往上的话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发动机的声音是传递到车内的 但是这也是可以理解 毕竟这是一台皮卡 对吧 你也不是说一个豪华的这么一个行政级别的轿车 我觉得其实真的挺OK的 就是120的话 你基本上风噪是很小的 我们现在听不到太大的一个风噪 然后底盘来的噪音也很轻 更多就是它才有发动机的一个声音 这是主要的一个噪音源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对噪音的意志都还挺棒的 我觉得其实 是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底盘做的也还挺细腻的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开过其他皮卡嘛 然后它后抖是空的情况下 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在过减速带的时候 它的车尾是特别偏轻 然后纵向的跳动非常大 会让你的前排的乘客会明显的感觉到不适 但是这台车它的后抖是空的情况下 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 在遇到减速带的过程中 我发现它的整个稳定性特别好 它的屁股不会有特别大的跳动 你即使坐在后排 你即使把这台车当作家里的就是家用车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让我觉得我们中国也终于变成了这种皮卡上的国家 就是车轮上的国家 因为我觉得皮卡其实用处还是蛮大的 你无论是大家一起出去玩 然后无论是拿它来载东西 它的这个多功能性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且在我们国家很多的省份开始逐渐开放皮卡的政策了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状态下 能开到一个品质感不错的国产皮卡 对我来说还挺新鲜的 如果有机会 将来我也可能会考虑买一台皮卡车型 去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深度的内容 我觉得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你看搭个帐篷 把东西全部都拿上 拿个烧烤架 全家一起出去玩 皮卡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对 它其实更多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吧 这个车就像你说的 它转向的手感 其实挺沉稳的 对对对 挺沉的 就是给你的那种大车的行星还挺强的 而且整体的指向型还挺ok的 它的动力呢 不是说你第一脚下去会给你多强劲的感觉 主要是它始终很公表 就是对你油门的响应是来着很积极的 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是 然后全家又很舒服 前面一直都认为它是一个很适合你精英乎风去开的这样子一个车 然后其实这不是我对它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吧 因为从我做到车厢内的第一刻起 还有就是看到它的第一眼起 它给我的感觉吧 就是很时尚 它不像是一台传统皮卡在我们印象里的那种工具车的属性 就是以往我在路上看到皮卡 比如说什么纳瓦拉 对吧 比如说什么还有什么50这种皮卡 对 感觉就是那个是用来修路的 对 然后就是黄色的一个涂装 上海就都是这样工程抢修 你知道吧 这是皮卡 就是这种级别的皮卡 在我们脑子里的第一个印象 黄色的一个车身就是一个工具车 但是这台上七大通的T90 就是从你看它的外观嘛 就是它一个叫汇聚八方的一个设计 嗯 就是其实很方方正正的一个造型 我觉得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像那种外星来的外来物种 而且它在它的前进去隔山采用了比较大面积的这种镀铬的装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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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以往认识到的皮卡车型不太一样 对 因为以往感觉大家都不会把这个皮卡往精致上搞 对 还有内饰你也可以看到了 它不像是那种很平平整整 或者说是很中规中矩的那种设计 它其实用红黑双色的一个拼接内饰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张座椅 包括你手摸得到的地方都是运用了一个软性的皮质材料去覆盖的 这个做工啊什么也都很OK 你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这种双联屏的操作嘛 现在也非常流行双联屏 而且它的这个双联屏科技感和整体的这种触屏的操控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它不仅是跟上了潮流 它还是跟上了科技 对 它有那个车载的斑马系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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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其实我之前在很多上汽其他 比如说明觉 比如说荣威的车型上有体验到这个斑马系统 它对比如说语音操作的这些指令啊 还有一些在线的功能 比如说听音乐 比如说导航这些功能的实现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啊 现在我们在其他的车型上面看到斑马系统的存在是没有什么好兴起的 但是你在皮卡这样子的车型上看到这个斑马系统 我觉得还是要去值得表扬的 而且它还有搭载了那个ACT的自身巡航 这台车里面有车在冰箱 在哪 在这里 它其实在这里 它有一个就是风河出风口的时候 让我摸摸它性能怎么样 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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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水最低的温度可以达到5度 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它可以用暖风 然后它能够冬暖夏凉 是吧 所以我觉得吧 就是说大通在这台T90上面 它更多的是想带给我们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 而不是说皮卡载是一种传统的工具车了 呃 这台T90我觉得它的竞争对手像是什么长城炮啊这种 但长城炮它更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种很硬汉 或者说硬和越野的这样子一个形象 但是这台T90它更多的是走精致路线的 更多的是走 比如说你可以带它去露营 可以带它去camping这个样子一个感觉的 那要说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其实呃 现在我们试的这个还是一个工程测试车 我觉得前面我们提到了它的360的影像 当然我们也跟厂家有确认过说 它在后期上市的车型当中 会把这个360的影像的清晰度做的更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皮卡车型配360还是很有必要 因为5米3多的一个车长 所以就是说很高兴在它上面看到了360 最后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台车的后排空间 然后镜头跟随我们近一点吧 然后木卡来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台车后排的空间 我本人的身高呢是1米67 然后我现在坐在了它的后排 然后前排的座椅呢 是我刚才调的比较舒适的坐的姿势的位置 然后现在我腿部的空间大概是差不多1米 然后头部呢差不多也挺长的 差不多正常 所以它整个后排的空间都还是不错的 然后它这个座椅呢 我要说一下 就是真的是很软 所以支撑性很好 也就是说在你长途行驶的过程中 后排的舒适性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这里我给大家再补充一点 前面我们专门问了厂方的一个工作人员 这台车它目前后排是只有一个USB的充电口 但是你可以都是在后期去进行选配的 可以在旁边选那个电源插口 或者是再去选一个USB的一个充电口 对对对 所以它这上面的很多配置 并不是说我们将来买到的车型的配置 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做一些定制化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台车从这个电源插口的角度来说 就挺适合去露营 你插一些小的一些露营的装备 或者是小那些炉子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合适了 那最后来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这个车价格和动力方面的一些信息 首先我们今天试的这台是2.0T双增压的一个柴油版 对 然后马上在4月还会有它的一个纯电动版上市 以及未来还会有轻能源版 以及还有就是说混动的版本 所以它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动力版本去推出 然后这台车目前是3月31号会去进行上市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它最后的售价会是多少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台车 首先它这个整个定位呢 它不仅是一台工具车 它更多的就是我们前面也说到了 它的无论是乘坐舒适性和内饰的精致程度 还有这个车头的设计 还有车身的设计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多场景使用的一个大尺寸的皮卡 对 所以你不能再用原来的看待皮卡这种工具车身份来看待这台车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它有不同的版本推出 然后我们也期待它的价格 看它上市后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吧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新车产送的全部呢 我是AKI 我是木卡 欢迎期待我们司机的自我车辆更多的节目 那跟大家说拜拜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